生活中大家可能不太会用到这个东西 但是它标志性的咔哒声 应该都不陌生 这个就是扭力扳手 当拧的螺丝需要固定扭矩的时候 扭力扳手就派上用场 比如汽车发动机 汽车轮子 碳纤维的自行车架 这些地方的螺丝扭矩 都有规定的数值 要不然力气小了 没有拧紧 发动机可能会渗油 自行车不太安全 如果力气大了 螺丝有可能弄坏 发动机渗油 像碳纤维这种材料 拧得太紧 也容易坏 所以扭力扳手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让我很好奇的是 咔哒一声的时候 扭力扳手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扭力扳手的构造其实很简单 大致可以分为这几个部分 前部是可以换向的扳手 它的内部是这样的 上面有个可以换向的拨杆 这里用过换向扳手的同学 应该很容易理解 换向扳手 被一根插销固定在套筒上 另一头顶着触发器 就是这个长方体一样的东西 触发器这边顶着顶推器 顶推器被扭力弹簧顶住 弹簧的另一头 是可以活动的辅助套筒 通常两个套筒上都有刻度 方便用来调节大小 那扭力调节的关键 就是这根弹簧你能松紧了 松一些扭力小一些 紧一些扭力大一些 而当你听到咔哒一声 就是达到了预设的扭力大小 扳手尾部脱离触发器 当松开扳手 触发器又会回归原位 这个就是扭力扳手的巧妙 当然扭力扳手的结构和款式 也是五花八门 并不是拘泥于这样的设计 但总体都离不开金属形变 这一基本设计思路 没错 金属形变是会疲劳的 扭力扳手的使用寿命 就在于你让它形变的次数 但某些厂家 声称自己的扭力扳手 可以使用达到一万次 也可以保持精确度 如果你是扭力扳手的长期使用者 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的使用感受 这也是求聪的知识 感恩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